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醫生已經說過她什麼事都做不到 而且已經是決定用舒緩治療幫助她 其實已經有心理準備 只是會什麼時候呢? 其實是想要久一點 一見她吃得… 有時心情也很好的時候 會否會久一點, 免得給她多一點時間 姐姐過身要處理她的身後事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所以可能會很認真去做 那時候其實 可能沒什麼機會讓我去發洩我的情緒 因為我又要做事 而且知道自己… 以前就知道自己是一個支柱 就是不可以想 雖然去世了, 但始終感覺是沒離開過 昨天去探教會一個姐妹的媽媽 我也拿了一包湯給她 我也跟婆婆說 這個是我姐姐以前很喜歡喝的湯 就是覺得是… 總之我覺得阮儀還在我身邊 張阮儀是我們宿舍的社友 她在年頭過世的 然後我們邀請了她的妹妹, 張蘇儀 參加我們重職遺物的服務 不信任, 姑娘她們有過這個計劃 譬如過身之後 也可以將她的遺物做一些物品 我當初聽到就很有興趣 因為其實當時也知道姐姐… 會離開 選擇的時候比較難抉擇 但選完之後, 選了出來 譬如這幾樣的時候 都沒有說難取死 我選了幾件衣服, 姐姐常常穿 經常看見她穿 還有那個床褲就知道 陳姑娘特意為了她 不攪拌別人的隔壁 犧牲, 買的嘛 對她來說其實也有意義 遺物轉化這件事 在環社會裏面都是一個比較新的概念 我想很多人都會覺得 遺物都是一些不吉利的東西 要麼捐, 要麼扔 沒想過其實可以將它轉化 做一些其他更加有意義價值的東西 這樣去留在身邊, 繼續去陪自己 如果我放東西, 容易製作一點 聽過你的意見 你說你想用圓兒最喜歡的衣服 就去製作一個背囊 這個位置還可以裝紙巾 因為在這個計劃裏面 要轉化為物的關係 我們都邀請了 跟圓兒很熟悉的照顧她的同事 她的社友 一起去參與這件事, 一起來幫忙 起初其實沒想到 遺物轉化那麼嚴重的事 因為純粹只不過是看到 可能想為圓兒去做一些事情 自己在想 究竟應該怎樣做 可以將圓兒的某些東西 送回家人呢 讓她的家人也有些安慰、安心 現在我們撐的時候 知不知能夠用得到嗎 即是能用得到嗎 很多的喪親人士 在面對他們的家人離世的時候 都會感覺到身體被人撕去一部份 所以這次其實我們都很想 但是很需要別人一起陪伴她 很多時候就是因為我們以為 喪親者很需要空間 自己去消化他們的情緒 而我們不夠膽去關心她 對, 再見, 再見 這塊布真的不僅僅是你一個織的 這裡是素兒織的 織到這裡 又有剛才我們加的什麼? 她的衣服、遺物, 是嗎? 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 婉兒穿過這件衣服? 有 有? 你真的有印象 婉兒穿過這件衣服嗎? 是, 怎麼會呢? 怎麼會把布露呢? 想再加, 是嗎? 加多少 加大它 加了它嗎? 是 怎麼加進去? 好, 如果現在姑娘跟你談婉兒 你會不會覺得不開心? 不, 都很老吧 很多人都病了, 新腦病死 新腦病死? 是嗎? 是 你覺得新腦病死是怎樣的? 離開了 離開了, 最後還是離開了嗎? 是 還有沒有話想跟婉兒說嗎? 不是, 想積穿衣服 或者說什麼 想積穿衣服, 送給她 很好 在這個編織組裡 我很著重交流這件事 可能平時她未必會無緣無故 跟她的社工 甚至可能跟她的院友、家人 或者朋友說 但藉著編織這個過程 她可以很輕鬆 讓她很輕鬆地提起 就是婉兒、小小者的點叮 我們不錯就行了 是, 我也知道 是嗎?你知道我們這次不錯嗎? 是, 這次真的不錯 只有五步而已 所以我也很小心 你也很小心, 好嗎? 我朋友沒那麼小心 我平時也很少見到你… 這麼專心 這麼專心 其實我也開心 可以做一個袋子 我還沒做過 而是用已故的人的衣服來做 對, 我真是第一次 是嗎? 對, 第一次 就好像幫我演員做了一件事 對 你覺得嗎? 演員有點緊張 對 會不會? 有一點 最重要的是她用的 如果她覺得心靈是舒服、開心的話 我也很樂意做 我跟Eva說 你不用安排時間給我 我自己抽時間 因為我想做這件事 是我自己自願, 隨我心意去做 如果我覺得你給我工資時間 我覺得她很大壓力 臨終那幾天 我也有跟她聊聊天 我經常問她, 你痛不痛? 她經常說不痛 到了晚期應該很辛苦 我這個演員真是… 很癮, 我覺得很癮 完全在我們面前沒有說過辛苦 我沒有說過… 不好意思 她真的沒有說過自己很痛、不舒服 所以我這次很用心地做 好, 打電 對於同事來說 其實也是一個額外的工作 但同時其實他們真的很需要 由這些機會來消化他們自己的哀傷 因為始終在說的就是 他們真的照顧了這個院友這麼久 這個院友在她的心靈裡 都是有痕跡 死了不是甚麼都消失 是, 關係是永遠 是 然後, 是否要轉腳呢? 剛才轉了一次, 對… 是, 好的… 很緊 可以放一點快捕, 因為可能快捕太敏 太敏這個邊緣 好 擋住了 以前攀任班會煎蛋的 有聽過嗎? 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變段 攀任班嗎?會煎蛋的 是 是 雄芳也很喜歡一直織一邊聊天 我覺得可以專心一點 反而會專心一點 我不會吵著你嗎? 不會 專心一點 因為現在這樣織… 其實又在說是婉兒嘛 是 其實我真的接受了姐姐 真的離開了我 所以現在做的事是好像掛著她 懷念她所做的事 不用刻意不提起這件事 不看她們的事 我覺得不需要 因為人一定會生老病死的 是的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她生前 大家的相處, 你對她如何? 如果你已經是無鬼於心 其實我覺得不需要逃避 我是很欣賞素兒 素兒那種對自己的接納 是我很起初望來的 因為她很形容她自己的狀態 她知道自己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其實對於她的消化是很重要 亦很幫助她 我叫幸方幫忙… 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這兩塊, 補條、補水 對, 好嗎? 好 對…那她要埋尾了 好…她要埋尾 好… 她說她要埋尾了 是 她不肯讓你埋尾 她說我要埋尾 是 其實我也很感謝你們 因為你給我一個機會 除了懂事 你給我一個機會說話 其實也是一種抒發 就是可以抒發我的情緒 對 蘇姨她自己拼了這隻顏色的時候 她覺得很漂亮 因為她是織的 對… 這是背部, 背部的背部 對… 對, 這樣搭上去 對, 變成這隻顏色的袋子 就在這裡 但當你背了的時候 她就會在這裡, 側邊來 我可以多一點, 我給你剪 你把這裡剪出來 通把鞋子在裡面這樣剪 剪平就可以了 對嗎? 對… 我還沒車戀這個袋子之前 我對於離世的遺物 我都有點抗拒 我覺得一個人離世了 她用過的東西, 我就很少留下來 但不知為何做了這件事之後 可能被婉姨的妹妹感化到 不是, 原來我可以有這樣的方式 留下一些東西 例如我做了這份工作之後 我對自己不知道 因為我不知道我將會怎樣離世 但是我知道 如果我面對我家人的離世 我可能會好一點 因為我看得多了, 對吧? 那你就不會勉強長命 最重要是舒服 我這麼大女兒都沒車過 沒車過這麼有意義的東西 我只是車衣服給別人穿 車衣服的東西是行貨 每個人都會買來穿 但我這個袋子只有一個人 你明白我說甚麼? 我覺得反而做了這件事之後 跟她好像親密了一點 有點高興, 軟然 軟然? 是, 不知為甚麼 好像她的東西關我的事 因為這塊布是含荒和妹妹的 我就要很小心我自己 對, 是 慢慢做好, 再來 有隻眼睛看著這裡 其實你現在差不多 不行 挺漂亮, 不錯 你覺得行不行… 手都濕了 不錯, 對 真的很濕 你的眼睛看著很漂亮, 對吧 可能由設計到現在做的這件事 我覺得是… 整件事真的很舒服 我自己可以參與 做完整件事的過程 對, 我的意義更大 我覺得 也是另一種放下 其實它仍然是在我的腦海裡 我覺得一定是 對, 那種放下 可能是… 沒那麼傷心 這個是驚喜 現在已經覺得很漂亮 對, 這個妹妹不知道 對, 我知道 我知道, 妹妹 對 這個她說喜歡的熊仔 我們故意做書在裡面 對 是 你好 要做運動, 知道嗎? 做運動可以走回 好, 抱歉 抱歉, 抱歉 同芳也知道你為什麼會來這麼晚 謝謝你 好… 這樣, 好嗎? 好, 同芳見你 行不行? 好, 很漂亮 希望你喜歡 喜歡 很漂亮 很貴 其實你也可以洗 就是手洗, 不要關你洗衣服 對 謝謝你 不要這樣客氣 很漂亮 你嘗嘗什麼, 其實都不錯 不錯, 你的尺寸也不錯 對, 很舒服 獨一無二 對, 很喜歡 謝謝你, 很有心思 大家呢? 其實我對裡面的內籠沒什麼要求 幫你做得很漂亮 普通貝囊, 我昨天下了一塊錢 這個很穩定 這個很穩定 是的 幾位 有沒有很穩定 是 真的有錢戴你, 買人 有時間去戴她 我會的 最值錢就是張巨儀和我 而且幸方的手勢 旅行 可以趁其買 對, 無緣無故要拿我這麼聰明 你也不知道, 說吧 其實無緣無故發覺到自己 是 你真的 你很棒 你這個 我想我女兒喜歡死的 很可愛 其實是毛巾 換身是毛巾 我其實很喜歡這個 對, 很好, 挺有趣 你一看電視時, 我覺得穿著挺好 對 我們華人很有趣 很多話不能夠那麼直接來面對 或者那麼直接來說 我們很喜歡用行動去表達 我們…自己的關心 很難去說, 其實我很擔心你 謝謝 對, 真是… 因為賣好的貨物 好嗎? 好 很有趣 是嗎? 這些真是道一無二 我是素兒主導 不是說我們有一個目標 我們要走出這個優谷 其實真的有機會做完的製成品 還沒走出的優谷也不成功 謝謝你 是… 謝謝你 是 是 我待會可以去探望你嗎? 你說阿成姑娘才行 葉文,我們可以去探望她嗎? 我可以來探望你嗎? 可以 你可以說阿成姑娘 我可以帶你出去吃東西嗎? 可以 可以嗎? 大家一起去承載 然後給多點力量給素兒 讓素兒她可以習慣到那個重量 可以跟那個重量相處 以致到在她的生活裡 她帶著這份重量 都不會阻礙她繼續向前走 還是怎麼會不成功 我會把東西 cancer 成功 你肯定會將她生氣 封酷